再来看到瑞穗乡公所原住民保留地的业绩评比 全线排名第二 今天上午 乡公所举行今年度首场原保地班状典礼 总共是由18位的族人 共计21笔的原保地权状 瑞穗乡公所有鉴于近几年来 原住民保留地使用买卖等问题 引发纠纷层出不穷 因此在班状之前 原保地土灯人员特别进行原保地法令宣导 加深族人对原保地法规的认识 原保地只能教有他的职力 三等情内 如果说他请到原保地 所有钱之后 他可以卖给原住民的 他比较好的朋友 或是有需要的人 恭喜到场的18位族人 有21笔的土地可以颁奖 原住民保留地业务绩效评比 在全花林县13厢正式排名第二的瑞穗乡 今天上午举办今年度首场原保地班状典礼 其中成功申办温泉区乡有地为保留地的温泉部落头目 林仁贤以及族人万分感谢所会的支持协助 很开心啊 感谢一份代表还有副主席陈永发代表 不要说上届 上届的代表 那以后这个土地我们怎么利用 好好利用 要保留取来像刚才 金融奖都不要卖掉 这个是实际的话 今年度首场原保地班状典礼 总共有18位族人 共计21笔的原保地状的颁发 与会长官贵宾也庆贺勉励 给他们信心 给他们鼓励一下好不好 每次被骂的都是他们 因为他们是第一线 其实很多的问题不是他们 可能牵涉到我们地政事务所 可能牵涉到其他的图管机关 这个部分我们一直没有关注到 所以今天我要特别在这边说明 那当然土地权壮的这个取得非常珍贵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 原住民保留地真华边作业 已成为常态性的业务 部落族人万分珍惜这得来不宜的土地 也将善加利用 让地尽其力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